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為勢論》是對於了解生命實相與實證是否有幫助 為什麼 請兩位老師幫我們回答 陳老師請 《成為勢論》剛剛已經講到了 它是以第八世如來賬為核心 來成就三界維新一切往回世 也就是說《成為勢論》它是明白地建立 以第八世作為民心的基礎 民心的標的 它是開悟民心的標的 所以如果說是研讀《成為勢論》四 至少你知道民心就是要正第八世 總不會讀了《成為勢論》 然後去把第七世或者說其他的前六世 是作為你勢政的標的 第二個就是說 《成為勢論》其實它裡面也提到了 就是第八世它跟我們白法之間的關係 裡面也提到了五法三字性 七種性之性 七種第一意 那麼如果說是你好好的去研讀《成為勢論》四 把這個五味白法弄清楚 另外透過剛剛講說裡面講五法 《相名訣想》 《正字》 《真如》 透過五法這樣一個去做觀型 做尋思 所謂做尋思 民意自信差別的這個尋思 从二圣的能够现观 能取所取 都是生命 都是虚妄 乃至能够去 因为一开始就已经确信说有第八四 所以能取所取都空 能取所取皆空 那就是能取所取都是空性如来藏 那如成为世论里面所说的 这个时候就是要现前立洒物 为是为是信 这个时候就要建立说 那个空性如来藏就是真如 因为只有真如它才不会落于能取所取 所以透过这样的对第八四的信授 还有对一成为世论里面所说的无法 是寻思 然后能够正视如实至 那我想啊 能够这样子如实的去研读跟修学呢 要能够了解清正这个第八四 如果是能够了解生命的实相啊 应该说那就是看你的因缘是否具足啊 你的福德之良需否具足啊 你的定律是否修得好啊 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在以成为世论所说的法呢 实际上确实是非常深 但是有平时导师来做解释以后就不同了 因为呢 它是可证的 它可证呢 并不在乎呢 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完成第一无数大节 而是第一无数大节 确实是可以达成的 以前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很困难知道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抵达圣位 现在可以知道了 实际上也将会有人呢 证悟眼见佛性 然后呢 继续往前迈进 最后呢 也可以呢 亲政菩萨摩赫萨 在地前的菩萨阿罗汉 然后花实无精愿 陆地 陆地的风光呢 虽然我没有亲政 但呢 我知道 那陆地的风光一定是不一样 因为习气种子的断除 和现行它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根据平时导师的教诲 它呢 并不困难 不困难是什么 只要你愿意 这样警觉习气以后 你就把它断了就可以了 那你说 有这么简单吗 好 那就等陆地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 简不简单 但是呢 那都是可以达成的 也就是说 接下来是到底有多少的习气种子要断除 有多少无声法人要学 有多少的事情要成就 就是按部就班一起 就是跟着如来一起修学 佛法呢 是唯信乃路 流如主持老师说 这个呢 你没有信是没有办法进入佛法大海的 这一切次海呢 需要呢 你的信心 如果呢 没有信心想 这世间上也很好玩 那还没有关系 那呢 顶多是严格 那如果跟着呢 不相信呢 佛法真实 也不相信巴士 然后呢 不相信有阿赖也士 甚至直接还毁谤 这样就很麻烦 这样呢 它永远是很难跟佛法相应的 所以呢 要相信在这个世间上 遇到的这真实 为世妙理是很困难的 一般来 一般可以理解 不是呢 修学很久是很难遇到的 在说佛世界呢 这么特殊时节因缘 因此呢 诸佛菩萨 还有真善知识 就一次呢 就把这么大的福德职业 就请郎相受了 实际上呢 不用呢 大家修非常多的福德 师父 平时导师的书 实际上是公开发行的 那你如果是呢 觉得说 这个价格 有如何 有什么意见 实际上 实际上 这里面也没有特别 在赚出什么钱 也就是都是呢 用这些呢 来呢 继续支持大圣佛法 在以后 在中国 在呢 全世界继续推行 的目标 没有人希望呢 从这地方得利 那所以应该再这样来看 既然呢 这是一个 无所得的一个世界 你如来这样一切都具足了 那因此 你呢 要做的 就是去找到他 那一步一步走 然后对以前的那个呢 世界 生死流转世界呢 虽然你还是在 那就说 Mamai 这样 不能说 Goodbye Goodbye好像是 说很好的意思 就是 真的跟他 慢慢的脱离 那你呢 会慢慢的 变成一个修行人 你的道心会 一直增长 你的道 道业也会增长 佛法它困不困难 你地方是在说 有没有善知识 直接把话 直接说这么清楚 直接呢 不跟你说 一说二说三说 那即使公患师父 平时导师也是直接 七句册 好 一次都说了 所以呢 后来 平时导师说 应该是不用再写了 这样 因为 七句册已经说了 很多了 也就是说 叫外别传 世尊一时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明白这个道理 不是说 世尊特别说 要隐瞒这些事情 没有 只是说 这些事情太难信了 你因为呢 好不容易证悟以后 就有人会出去毁谤 或是透过他来 谋利营生 这事还很难以思议 基本上 以有所得的话 都是魔眷属 非佛弟子 世尊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在这个情况下 会呢 在这个世界上 会很明显 那大家应该呢 不要呢 动摇 因为呢 有平时导师出来 解释这个思论 我觉得 不是一般 我们 要嘛是信慰 要嘛是三贤慰的 菩萨呢 可以轻易 可以得到的 真的太困难 如果自己摸索的话 一定错误了 现在坊间也有很多 成为四论的这个注解 可是那些注解 能够把这个议题 解释清楚吗 像心外无尽 或呢 其他的 才几个字 你怎么解释清楚呢 好 不过从这个题目来看 他是问说 对于了解生命实相跟实证 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 看起来这位提问的人 应该是还没有实证 可是我们刚刚座谈的内容 最后就讲到说 平时导师写这个成为四论事 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读得懂 代表说 你即使还没有实证 当然也可以读 读了一定会有帮助的 不可能没有帮助 否则 平时导师就不会这样认为 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读得懂 可是读得懂 我们刚刚两位老师有讲 不见得代表实证 因为实证有他需要的那些 福德 定力等等的条件在 那为什么 读成为四论事 对于了解生命的实相 乃至于实证有所帮助呢 因为成为四论讲的就是 三界为心 一切法为事 所有的这些法 通通都在这个第八阿赖耶士 如来藏里面 所以要了解生命实相 也就是要了解这个心 要实证 佛法 也是要实证这个心 譬如说 你要是详细阅读了这个 成为四论事之后 那你应该会知道说 原来我的身心 都是由他所出生的 相关的一切法 都离不开他 所以他就是生命的实相 如果你再进一步理解 你可能会发现说 原来我每一个人的 所作所为 所思所想 都是在如来藏里面 乃至于你所造作的 一切善业 恶业 也都由 每个人的第八世心所储存 所有的果报 也都是由如来藏来兑现 从这个观点来看 当然你要是读了 这个成为四论事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它就是生命的实相 可是你还没有实证之前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读成为四论事 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受用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 你知道所有的这些三页二页 乃至于所有的果报 都是离不开这个第八世 阿来也是 果报也都是由它来实现 所以你就会懂得说 原来因果 就是这样的道理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自作 自受 你要是能够理解 并接受的这样的道理 你对人世间的这些人事物 就会比较不会那么斤斤计较 就比较能够看得开 放得下 就有一分的解脱 一分的智慧 乃至于你就比较不会陷入 种种的情绪里面 就比较能够看得透 就有一分的智慧 虽然这样的解脱 这样的智慧 并不是时政第八世之后的 解脱跟智慧 但是无仿 也是你在阅读 成为四论事之后 所得到的一些功德受用 也是对你的一些帮助 即使你还没有时政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答